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着漫画大师《慈善聊一》之手 可能不少观众不知道谁是《慈善聊一》 大家知道多的可能是宫崎骏 还有之前很火的动漫电影《你的名字》的作者 《星海成》 《慈善聊一》近年来的作品比较少 不少人已经对他遗忘了 甚至新一代的人对他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就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他吧 《慈善聊一》可以说是最受争议的日本漫画家之一 他的受争议程度甚至可以把后面的之一给去掉 喜欢他的人会极度喜欢 喜欢他的暴力美学 细致的人性刻画等等 不喜欢他的人会极度不喜欢 觉得他是在把暴力跟杀人动机合理化 故事情节逻辑脱离现实等等 可以说口碑是两极分化的特别严重 他最有名的几部作品分别是 《男主》 《圣坛教父》 《泪眼杀星》等等 其中《泪眼杀星》还被香港的导演改编成电影 叫《红场飞龙》 《红场飞龙》是由许冠杰和张曼玉主演的 可以说他的作品在八九十年代影响力巨大 池上聊一在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广告招牌店打工 期间他自己苦学漫画 二十二岁就到东京做了鬼胎狼的作者水木某的助理 两年之后他自己就出来赶漫画 在一九六八年就画了《蜘蛛侠》 当时他还是一名小鲜肉 因为这个作品而打响的名堂 一要成为日本人气漫画家 他把《蜘蛛侠》的故事改编成以日本为背景 把Peter变成一位土生土长的日本高中生 与电影不同的是 这个版本的蜘蛛侠并没有采用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的美式套路 少了点美式的英雄主义 反而多了点人性的视角 但他这个版本的蜘蛛侠却得不到美国的认同 有网友说被美国批是因为主角的个性设定所致 主角非常想当英雄 却不被大家认同 所以就自暴自弃 对事情悠有寡断 态度消极悲观 完全扭曲美版蜘蛛侠乐观自信的中心思想 再加上那个草率的结局 不被美国批才怪呢 这部作品一共有九本 开始的时候虽然是按照原著的设定 但后来经过漫威的同意 发展成富有日本色彩的作品 尖角除了耳熟能详的西日人之外 还有日本的妖怪 虽然已经是旧的作品了 却让观众看到了新鲜感 这部蜘蛛侠也让池上鸟一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会让你耳目一新哦 不过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就 其实还不在他身上 而是在他的读者当中 出现了一位因此而立自成为漫画家的小读者 高桥留美子 高桥留美子就是著名动漫 乱马二分一 和全年操的作者 说到日版的蜘蛛侠更要一提的是 蜘蛛侠还曾经拍摄了特色片的版本 这个版本居然还给蜘蛛侠配了专属的巨大机器人 可能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给超能力的人都配个鸡翠人吧 我看恐龙战队和各种超级战队都是类似这样的套路 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奇葩的设定 还挺意外地受到了原作者的青睐 不过本人还是最喜欢电影的版本 皮特乐观自信的个性挺让我喜爱的 每次看完我都觉得内心有一份特别的自信 让我觉得小人物也可以有牛X的时候 或许你的能力不一定能够拯救世界 但至少你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无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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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